第四場是42200米大長途 這場我喜歡10號最醒神 都是華將跑開的馬 這次放到雷神上去 上次一跑完雷神馬上過檔拿來操 最後買門也是雷神跳回 戰意無需要懷疑 到這次才第一次放外籍大師傅上去 上場都是緊緊輸給牛貞輝王 上場已經改變跑法 之前都是被後追 上場放前走 試準跑法 這場唯一擔心是氣量 但有個輕磅 放到雷神各方面 加上連馬斯這次都強勢 雷神停賽復出 今期至少兩隻合作馬都可以 這隻傳奇和10號最醒神 膽我選擇這隻10號最醒神 配角我就撐回老王中 2號的奇樂無窮 其實我自己覺得 他真是死路程馬 長途谷草2200 最灑家 雖然現在真是果勝年 但上季 都還證明到這個路程OK 整年沒有試過集 今次試過集 但在後面 起碼有工夫做給你看 這場應該會有些少東西看吧 贏就真是慢一點 我希望放下邊線爛腳 真是不要忘記 2000是這隻馬最灑家的路程 再簡單回想起 預期熱滿 6號的高尖遠竹 上場填草2000 先贏得很輕鬆的彈甩 就常拼常勝 可外寶 19元贏馬 這隻馬純跑的銳勢 過來焗草 可能應該發揮未必夠田草好的 但這隻馬當銳又要撐 1號的精彩飛動 近日都是預賽於操的 密密跑 密密減分 終於落到4班了 上個禮拜才跑完 也不是輸得遠 就是追一下 這次跑的大長途 真的拼你不順 最主要這隻馬 落斑 在4班 一定有分 今場 報長途 拼你不順 有些倍率 腳又要拖一下 這場就是10號的最醒神膽 重複一次 配腳就是2號的奇諾無窮 拼路程沙家 再下去就是6號的高尖 圓竹 和1號的精彩飛動 2號的馬 1號的重複 2號 遊複 1號的重複